这个呢是在 我自己的构图 我蛮喜欢这个构图的 这是在 我记得是川西 川藏公路的某一个 就是某一个地方 因为没有记性的地点 因为在车子上面 就是直接排起来 通常在出差的时候 因为那趟旅程 算是川藏公路的一个 大的环线的介绍 然后路途非常遥远 那我自己比较喜欢 坐在巴士的后桌 所以我会把相机收起来 因为其实你知道 坐长途的车子 可能是做七八个小时 会非常累 如果有一个重重的相机 背在身上 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我这个时候会 尽量把可能手机啊 或是比较轻便型的 小相机带在身上 然后就是沿途 看到窗外有什么 就拍什么 但是其实拍到好照片的 几率坦白讲就是不高 所以我遇到一些 比较特别的场景的时候 才会拍到像这种画面 那个地方有很多障野驴 就是在高原上 青藏高原上面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也不是非常多啊 就是你可以很常见到的野生动物 就是障野驴 然后刚好两只在 这个平面上面就是闲晃 然后配合就是后面山坡上面 有几颗小树窗 其实这个构图我自己是蛮喜欢 有种大漠的那种感觉 再来这个就是 算是当季啦 现在 我想现在的稻辰雅丁 应该也是像这个样子 这个是2019的稻辰雅丁 对秋天 它的那个阳龄 会转成金黄色的 在上次川西的那样出差呢 有一个行程 有一个景点 它不能够用 呃不能带相机 就是德格县的德格印金院 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其实很有趣 它有趣点不是因为它 反正是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印金属 而且他们用的是人工的方式去印 他们自己做印斑 就是文字颠倒的那种印斑 然后自己有颜料这样 然后大家互相配合的 自己就是自己去刷上那个颜料 然后去印出来 待会有影片给各位看一下 虔诚的味道在里面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的 不管是当地人啊 或是一些生女之类的 他们会围着印金院的周围 然后一边就是一边磕头一边跪 然后这样子慢慢绕好几圈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自己手工印金书的样子 因为不能带相机进去 所以这也是全部都是用手机去拍摄的 那其实手机可以拍的还蛮清楚的 就是这只手机 他们就是这样子一组一组的 金纹印在这些字条上面 可能有一些使用比较久有 可能有错误错词 他会把它修补起来 不觉得这样蛮可爱的吗 就是他们一整天的工作就是这个 刚刚的影片画面的都是原始的 就相机自己本身的测光测出来的 那像是因为印金院里面 其实像这种比较老式的藏区的建筑啊 他们虽然很大有阳台有窗户 可是其实很多地方是光线 比较敏暗反差大的地方 像是这边还好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他们的脸上有光是因为后面有露台 所以光可以照进来 可是像其实室内空间光照不到的地方 就全黑了 这现场其实是一个明暗反差非常大的地方 不过这样也好 因为我现在要呃 呃呃呃呈现的资讯就是只有前面这两位 就是印刷的生人在里面这样 至于背景其实不重要 他对于我要呈现的画面没有 就是太多帮助 所以他其实全黑的 我觉得这样还你也不错啊 像是比较呃为 明暗反差又非常明显的地方 所以可以找一个角度 就是可能这样是撤了 側有点斜有点側向的方式去照你的主体 因为如果是在他们的正前方去照他们的话 会变成一个剪影 因为你是逆光去做拍摄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人只要再过来一点点的话 从这个角度拍过去 那这个人就会有一个側向的光去点亮他的 整个人心 然后他的脸也会有一个立体感 因为左边是比较亮的 然后右边有一些影子 可以让他的就是五官凸显出来 然后其实这边也很可惜 因为其实印经书的这个 他们这个小空间小阁楼里面是有点粉尘 当下的现场的窗光是可以看到有粉尘在飘动 所以会有一个 对会有一个雾 可是手机拍不出来 那个雾其实是 就是有一个斜色光的感觉 就觉得哇好可惜哦 没有相机